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来四位嘉宾老师为各位介绍一下 谦虚律师 苏晴老师 王健一老师 王文念老师 欢迎四位 首先出场的是一位妈妈 最近这位妈妈呢 心情特别的沮丧 妈妈为什么事沮丧呢 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2013年3月 春节刚过 新年的喜气还没有完全散尽 栏目组接到了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 这位母亲向我们哭诉 她决议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对儿媳妇的不负责任 当我们赶到当事人家中时 一场争吵正在进行 你是我亲生的 哪个妈不愿意像着自己的儿子 不会像着自己的孩子 你说哪个妈能这样做 你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问题你已经介绍到这种事情 是谁是哪个女人都已经无法接受的事情 当妈的能不管吗 跟你好说也不行 歹说也不行 急了我是不好听 没有好听的话 我恨不得都给你杀了 告诉你吧 因为你在我心中已经不是儿子了 我恨死你了你知道吗 都是多余的 我们说的你都是不爱听的 你只要是爱听的 你走吧你去吧 你他的狮子走吧 孩子我管你 媳妇我管你爱听 这可能吗 你记住了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放过你 你要是这么做 你要不然你在活你就别娶她 既然你要娶了她了 去他们家采访时 随手拍下的一段录像 这一段录像中 大家可能看出来了 这位哭诉的是母亲 坐在床边的是一位儿媳妇 而那位只说了两句话的先生 行了别说了 行了就这样吧 那位呢是儿子 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母亲如此激动 今天她来到现场 掌声有请 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到这来就是想说 我的人生失败了 自己的家庭没经营好 儿子没教育好 怎么说呢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就想今天找到专家 能帮我解决 儿子应该怎么办 他说是我介入他的生活 我真的是介入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别着急 您先请坐 最近对于你们家庭来说 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是 为什么这样说 孩子马上出生了 预产期是4月8号 可是因为胎尾不正 定在4月2号 假如说儿子要是好好的 可能就是28号就跑了 今天都已经29号了呀 嗯 也就是说 你们家再有两三天 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了 是 是你的孙子或者孙女 是 这期节目录制是在3月29日 而4月8日 就是江女士儿媳妇的预产期 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家里已经给孩子准备好了婴儿床 和所有的生活用品 孩子的东西 你看全都给准备好了 就差媳妇 她在时日能把这孩子生下来 可是就当儿媳妇即将临盆的时候 江女士的儿子却毫不关心 并且多次夜不归宿 儿媳妇来不了在家呢 她已经即将要生产了 对 昨天检查 一个礼拜 媳妇踢住掉了三斤 你就说儿媳妇也很伤心 是 她媳妇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最后的几周 正是孩子和大人疯狂长肉的时候啊 肯定的 儿子从春节以后 家人昨天已经是四宿没回家了 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接 她外面 现在我觉得是因为有了新的情感 你怎么知道 媳妇怀孕就一直在我那住的 三月五号刚刚回的家 她在我那就老 那个她说妈我要用电脑 后来就把电脑给她拉回来 拉回来以后她根本就不是 我一看老不是工作上的事 我老在那看 然后有时候一进去吧 她就说你干嘛 她就赶快把那街面给变了 我说是有时候不是 有时候正在干别的 可能她进来凑巧正在切换吧 切换页面的时候就看到了 那您觉得她在网上干嘛呢 聊天 是跟一个女孩吗 肯定是 因为这个媳妇跟我从中说过 没有 他们就老是这么想我 那这儿媳妇现在多委屈啊 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去 自己躺在被窝里的只有一个人 屋里冷冷的看着 真是特别的难受 儿媳妇跟你哭吗 哭 有时候我们俩一块哭 儿媳妇很多事 原来在儿媳妇怀孕阶段 江女士发现 儿子每天晚上都在网上 和别的女孩聊天 紧接着开始夜不归宿 这些事情的发生 让江女士夜不能寐 于是她开始翻看儿子的背包 果不其然 婆媳俩发现了一张西丹某商场的 夜间出入卡 而时间正是儿子没有回家的那天晚上 这张出入卡是商店的 它是一个装修的 完了以后 上面都写的哪是哪 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有效 正好是17号那一天 儿子没有回来 这个出入卡上面写的也是17号 对 17号 我有点没听明白 也就是说 这个卡是一个装修卡 你儿子是干装修的吗 不是 现在的这个女孩是个商店卖货的 然后他们商店装修 人家说她是店长 完了以后呢 可能她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能开出这个出入证了 儿子肯定去找她了 也就是说 她开了出入证给你儿子开的 对儿子肯定那天就去了 因为正好就是17号 儿子17号一宿没回来 那你问她了没有 这一宿她去哪了 她那一宿跟我说前半宿打单子 后半宿找那个女孩 两个人在麦当劳单了半宿 你相信吗 绝对不可能 本来呢 你拿到这个出入卡已经觉得很过分了 可是没想到 过两天又找到了另外一件东西 又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 七日 这这件分特别频繁 放我包 我把这这种分特别厌烦 是便捷酒店吗 是 找到了一个便捷酒店的一个房卡 是 这房卡是你在儿子身上找到的吗 在她书包里 你翻家书包了 没有办法 她什么都不承认 肯定是跟女孩在一起了 您怎么能肯定呢 她有家她不回 人家那边她可能也回不去 那可不如俩人就开酒店 来推一下话筒 先生您好 你好 这个房卡是您用的对吗 这房卡我没用 我没去开 我没去开酒店 没去开酒店 您怎么会有房卡呢 那房卡是我们一朋友 春节走的时候 上回去我们单位找我 然后他之前在那个酒店开着 而他不用了 他回来也不用了 说让我让我给扔了 我就没扔顺手 就给塞了 塞了包里了 这个我怎么觉得说是有点 我都不相信 您想想酒店的房卡是这样的 如果不用了 一般来说我们退房的时候 还给酒店 他那个不是房卡 他那个是那个会员卡 是会员卡 会员卡 会员卡倒是还好 但是很方便 因为您只要拿你儿子 或者那个女孩的名字一查 这个就很容易查到的 我现在他第二个女孩 到底是在哪 我也知道 而且我过去还跟他说过话 你去过吗 去过 什么时候去的 昨天 你怎么知道这女孩长啥样啊 他都跟媳妇说了 这女孩叫什么 卖货全都有胸卡 胸卡上一般都有名字 您去了 我去了 你跟这女孩说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落实一个下 这样到底有没有这个女孩 一去看胸卡有 我拿着那个出证 出证写的那个名字 它都是外文 我翻译不过来 我就去对去了 对完了以后 我就看这些卖货的 去找哪个是名 那个人的名字 我找到了 这事我都不知道 这女孩对你客气吗 她不知道我干嘛 我装作是一个顾客 但是我什么也没对她说 因为女孩也许不知道 我们家孩子到底结婚没有 我觉得女孩也许也是一个受害者 假如有一天我要找她 我也不会到那撕破她脸皮 说她骂她 或者是怎么的 我会跟她好好说明白 这件事你是上当 也就是说你明白 这事的确是你儿子 是主要的过错方 对 就您去找她这事 你儿子知道吗 不知道 你儿子担心你去找她吗 她跟媳妇说 只要是我妈 去找她儿子单位 或者去找那个女孩 她就要跟媳妇鱼丝网破 鱼丝网破是什么 问她吧 来先生 鱼丝网破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们之间的事 我说我们自己去处理 不要牵扯到别人 如果牵扯到别人的话 真的那没有任何处理结果 我觉得太没意义了 就是鱼丝网破是什么意思呢 谁也别过了 都不知道呗 谁也别过了是什么意思呢 大两个离呗 就是离婚 混蛋 大混蛋 可是她不负责任 先生您看 现在其实您太太也没来现场 这事吧 听上去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其他的解释啊 但听上去似乎是您做的不对 可是您还挺有理 我不是说我有理 我承认我做错了 这我承认 我就希望我的事情 我自己来处理 不要牵扯到别人 嗯 就你还挺敢做敢当的 在我承认 嗯 昨天晚上媳妇回去 把饭做好了 她吃了 吃完了 自己就上屋里玩电脑 玩以后呢 玩了一会儿电脑 媳妇说的 你把碗去刷了 你把不刷不刷 什么都不干 媳妇把碗两过去了 待到十一点多 她把媳妇又扔到家里走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大概十二点钟 我们的记者 接到了这位儿媳妇的电话 女孩子基本上是在哭诉了 就很伤心 说 丈夫又走了 是 我能理解啊 就是一个 临产的女人 她是多么的无助 是 先生您好 您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我昨天晚上试出去了 嗯 陪那个女孩去了 是 谢谢你的坦诚 有没有想过 家里这个女人的痛苦 说实话 心里也想 当然说 我就把她送到家 把她送到家 我说我走 确实 我本人没想在那 我说我赶紧回家 她说你别走了 她说你别走了 你就没走 可是 她跟媳妇说 她要出去 她朋友 她有一个朋友 被车撞了 现在在滴水潭医院呢 她是骗媳妇走的 是这样吗 先生 是 面对主持人的采访 观察室中的小张 丝毫不隐晦前一天晚上的行踪 而对于母亲来说 儿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出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来 据母亲讲 在儿子和儿媳妇结婚后的两个月 儿子小张就通过微信 认识了一个女孩 2012年3月份的一天 为了把女孩接到家中 儿子小张做了一个精细的圈套 骗走自己和妻子 完了以后呢 让媳妇跟我回家 她告诉我 妈一会儿我就到家 就问媳妇跟我在一起吗 完了以后我说是 完了以后 一会儿就到家 等再过一会儿 我回不去了 她就诚心让我把媳妇接走 你让我真回不去了 她又回到市里头 把那个女孩叫回家去了 接回家的时候 她骗这个女孩 她没结我婚 她把她跟媳妇的结婚照 全摘下来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个女孩的事的呢 第二天 媳妇早上起来 是个礼拜日 就从家 就回市里了 刚回家一会儿 那个女孩去找儿子去了 被媳妇撞上 也就第二天 对 后来就说 说的人家 你跟人家好 人家就不知道 你结婚了吗 她说了 她把照片都摘下来了 那女孩 是跟你儿子闹腾了吗 跟儿子要钱 要什么钱 不知道 是分手费吗 不知道 说说分手费呗 可差点跟我要分了 你儿子给的吗 当时没给 这是他们结婚多久的事情 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 那他们以前感情基础好吗 看着挺好的 那你儿子有点花心吧 我不否认 我妈老觉得我跟我爸一样 其实 说实话 今天这期节目是感制的 本来因为 我最近身体特别不好 大概在三天前 我就跟节目的制片人说 我说能不能 今天这场朋友先不录 我说我最近身体太不好了 怕坚持不住 然后呢 我们制片人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题一定得录了 他说因为 下一次录制 可能这儿媳妇就生了 如果在孩子出生之前 这事情都没有一个说法 那么 我们在想那位女士怎么过 这位婆婆怎么过 对于当时 和那个女孩子 撞了一个正着的 这件事情 我们也采访了这位儿媳妇 听她怎么说 第二天就周日了嘛 我就回来了 等我回来呢 回来我们俩正在聊着呢 那女的一直给她打电话 一直给她打电话 我非要看是谁打的 当然她不敢跟我看 后来那女的 因为她来回我们家呀 然后她就 那女的直接进家里来找来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在这住 她说她带我来的 后来就因为那事 她说然后她们俩是什么关系了吗 后来她全都跟我 全都跟我明说了 你跟那女的 然后是怎么聊的 我跟那女的 说实话 我 我说 我说你既然来了 我说你就坐这 咱聊一聊吧 那人家也不跟我聊啊 然后进来跟她嚷嚷一顿 就走了 嚷嚷了什么 嚷嚷了 说 说那个 跟她要钱 说说她对不起她 说那个 让具体人家到底是 要的是什么钱 我就不清楚了 后来那女的就走了 来 推一下话筒 先生您好 这事也有是吗 有 你是不是自己有的时候 有点放纵自己啊 我也不太清楚自己 你有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结束之后 会后悔吗 会 包括今天 坐到这里的时候 会不会 觉着 稍微些过分呀 是 确实是这些事 做了确实挺过的 她已经好长时间 没给媳妇 生过费了 她挣工资吗 儿子挣 媳妇不挣 媳妇自从怀孕 就在家歇了 那为什么呀 她 她住在二环 上班 在通县那边 再加上怀孕 反应挺厉害的 就没有上 儿子不给她钱 她怎么生活呀 儿子不给她钱 她有时候花手头 手头自己的 刚才您说 儿媳妇曾经翻她的包 翻出两张信用卡 是 信用卡的事 是怎么回事呢 她办信用卡 我们也不知道 我在家突然 就是手机也接到电话 出款单 就是意思就说 办卡她欠款 嗯 完了以后呢 我刚一开始我不相信 我说打错了 我说不可能 后来又接着 又手机一响完了 做吉祥 后来我就想 怎么老打呀 还都是这一个电话 我说我问问吧 后来一问 人家那办卡人叫什么 叫什么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就开始问她 压根就没跟我承认过 透支了多少钱呀 后来她自己说是八千多 具体透支多少钱 我不知道 她不挣工资吗 怎么还透支呢 肯定给第一个女孩花了 这些您都是猜想 对 来推一下先生话筒 先生您好 那卡您透支了 透支 透支多少钱呀 当时办了第一张卡之后 那时候 我媳妇正跟我吵架 她不知道这卡的事 那卡下来之后呢 我就为了 安抚她吧 我拿第一张卡 我说我开着支 然后给她上菜牌 买了一个箱子和一个桌 给你媳妇花了 对 不对 你透支钱 给你媳妇买项链了 买耳坠了 那你那些工资又哪去了 我工资我那两个月的绩效 根本就不高 没拿多少钱 你有工资 你要说不高 那你也不说咱们何时啊 到现在你也说 你开支了吗 你从26号就过去拿 搞开支 到现在你把工资拿去了 早上起来 媳妇还跟你说呢 把钱拿回家了 我要去住院 手里没有钱 你把钱拿回家了 天天的 我今儿给你拿 我明儿给你拿 我钱给导成卡了 我卡导成现金了 我明儿就给你拿回来 然后到今天了 你也没拿回来 你从你媳妇怀孕 你一共给你媳妇多少钱 先生 你每个月工资 大概有多少钱呀 那是平常常 正常的话 三年多四年多年吧 不对 您就有多少钱 人家就那种不是主厅的 还拿五千多的每月 他这主厅拿的应该更多 他从来在钱上 跟任何人没有实话 别着急啊 我们来连线一下 这个儿媳妇 你好 这位女士你好 我是谁在说 节目的主持人龙芳 你好 今天你知道婆婆和你丈夫 来我们这做节目对吗 我知道 其实也挺想来的对吗 其实我挺想去的 我挺想解决我们之间的事情的 可是因为预产期 马上就要到了嘛 可是我真的 我也怕出现那么危险 当然当然 我也这样建议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能够诚实的回答我吗 少的没问题 你们俩谈恋爱 谈了多久结婚的 我们俩是09年认识的 10年的10月份 领个结婚证 一年结的婚 但是你觉得这个男人对你好吗 开始时候对我挺好的 到后来慢慢慢慢就变了 终结婚就开始变了 他这种变化让你失望吗 我真的现在挺失望的了 我觉得我在我怀孕期间 他这样对我 我真的不能唱出 非常非常的理解 因为我也有过孩子 我非常清楚这个时候 你需要什么 丈夫的几次这样的问题 都跟你承认吗 他都跟我承认了 你会不会觉得 你们的爱情 遭遇了一个巨大的考验 真的 确实是这样 你告诉我 你很爱他吗 开始我很爱他 可是现在我真的 我都不特别恨他 姑娘 姑娘 你平静一点啊 你是一个人在家里吗 我小姨在呢 没事 你第一次知道 他有这个事的时候 你是原谅他了 对吗 我们也是把他的爸爸妈妈 都交在一起 我们把这事情说了 而且他跟我 他也跟我说了很多 他跟我道歉了 我就想了 我说 人家就有犯错误的时候 我就原谅他一次 我说 但是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 我说只能原谅你一次 不可能第二次 如果没有这些事的话 你们俩感情好吗 第一次他那事过去以后 我们有一段时间 相当的不错 挺好的 年前他生了一次病 他那个住院了 肺炎 然后这会儿 就是去年冬天 不是老下雪了吗 因为那时候 我也怀孕七个月了 因为医院的那个 排断病也挺多的 他们都不让我去 因为我心里也惦记 我就偷偷的去 我去看他 那个买点吃的 然后就回来了 从他在医院回来以后 真的就变了 之前还不是这样 你觉得在医院里发生了什么 觉得在医院里 他可能开始用微信 或者特别人 跟别人开始聊天了吧 嗯 这个男人究竟因为什么 敢于突破道德的底线 我们不得而知 就在录制节目的前一天晚上 丈夫又没有回家 昨天这次其实是最伤害你的 对不对 对 昨天这次最伤害 我在到11点 然后他就走了 昨天我医院都没有睡 不能再等他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非常理解 那医院你几乎是不能闭眼吧 对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 他手机关机了 他打不住 我昨天已经想过了 我说他今天回来以后 我就不再跟他去 去过了 我觉得真的没法过 我就想让他 他既然宣责了离开 我就让他 一直就给我们做到 点他不要 所以我们就走了 让他自己找他的救星 我觉得真的 我这事情太伤害我了 非常理解 非常理解 现在 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我希望你坚强起来 先做一个好妈妈 好不好 也请你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尽力 帮你找回你的老公 好不好 多保重 谢谢 再见 几位专家 陈旭律师 您听了是什么感觉 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 年轻人 结婚了 当父亲了 有没有考虑过 自己的责任 像刚才所叙述的 老婆马上临盆了 自己外边还跟 女朋友去优惠 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 这种事可能很多也不完全是个法律问题 我认为更多的还有道德和情感问题 因为我在工作中也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受害的女孩子 情况有的比这个可能还更恶劣 所以我在今天这个节目 借今天这么一个话题 也说几句 这些80后的小弟 咱们为人父了 为人父了 真的是有责任的 要有担当 否则的话 我不希望你结婚 不希望你当父亲 不希望你当丈夫 这些话留给我们年轻的 这些小男生 这些小朋友们听 80后的陈旭律师说是这个小男生 确实是个小男生 还没有长大 我觉得他还没有做好 说要当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就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丈夫了 而且即将就成为一个父亲了 但是玩心还是太重了 所以他完全意识不到说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不知道说接下来自己要面对一个小孩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也是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男人的 很多男人都会具备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但是我觉得这位这个即将要做父亲的这么一位丈夫 年轻的一位丈夫 可能更重要的 他的自我约束能力是非常差的 所以这完全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一个男孩子 就甚至他犯了一些错误 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所以他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孩子今天真的到了这儿 是应该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说你已经长大了 你要为别人负责任了 而不是说简单的别人要为你负责任了 听您啊在产生产兑的这些事情 您无论从这个情绪反应到说话的语言 简直您这个儿媳妇就像您的女儿一样 您非常的就是说体谅他 然后心疼他 同情他 理解他 嗯 这和通常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妈妈对儿子不一样 一般家里要出现这种事情 妈妈对儿子呢更多的是什么呀 袒护 包庇 或者说帮着打马虎眼 但您呢显然呢 就是好像您像丈母娘一样 嗯 当您是伸张正义 然后谴责不负责任的这个一些行为 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 嗯 我倒是觉得呢 从我们大量的咨询个案 往往看得出来 一个人 他做的事情不太合常规 一定有不合常规的背后 包括您的儿子 在妻子怀孕的时候 居然不文不问 而且那个临产了 还可以不回家 这个反应呢 也绝对的超乎了一般的人性 那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他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 就是说 你们家怎么妈妈的反应 儿子的反应 这么不同寻常 这么异常 这是为什么 他肯定还是和什么呀 我觉得和从小的教育环境 从小的一些 比方说家长带孩子的模式啊 甚至和夫妻模式都有关系 反正在我们大量的咨询个案中 是呈现这样一个规律的 有的时候 顺藤摸瓜 而是摸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都令我们发指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的故事 是什么样子的 反正是我前面观察 我就觉得说 那个除了儿媳妇这种痛苦的一些哭诉 属于正常范畴 就是儿子也好 您也好 这个好像都有点异常现象 宽容呢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罪魁祸首 你要是不原谅 不宽容 也许这件事情要么离了 没有这个孩子 要么后来好好的过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他敢于在两次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挑战自己的这种道德底线 那他一定是之前受了某种暗示 或者说他跟这个女孩子的情感本身就有问题 是家人生生的往一块捏 这我们都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不要过早的给这个男孩 或者给这个家庭下过早的结论 等我们看清楚以后 我们再来说一些重话不迟 我想请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听听这个小伙子在说什么 好吗 掌声有请这位先生 你也没我想那么帅啊 还挺有魅力 整得挺多人喜欢你 您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我承认心不在这 为什么 你心已经不在他这了 接话吧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大家听了会很别扭 因为你也知道 那是一个即将生产的女人 关键她生的还是你的孩子 你不会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吧 不会 知道 你跟你媳妇原来就感情不好吗 之前感情还行吧 你们俩为啥就感情没了 她有什么做的不好吧 就我是我承认 就说 以前的事可能在她心里是有阴影的 但是说我之后 我们俩好的时候 我跟她说什么 她也是不信 刨个问底 说实话 问的我挺烦的 她最近开水管的事不多 等到后来发现她有问题了 这就成恶性循环了 她一般会刨个问底 什么情况啊 手机 包括什么东西 任何什么事物 她都要问 我手机放着 我来个电话 她比我动了多快 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代价啊 先生 谁让您犯错误了呢 她翻我手机 我这人就特别反感 别人翻我东西 最近老翻我包 挺反感的 你就是一直 你就这样 她能不看吗 我能理解您的反感啊 但是 怎么结婚两个月 就出现这问题了 可能因为结婚的时候吧 结婚婚第二天 我们俩就吵架 因为分了钱 我的本意是两层完着 反正一边 你说我爸 怎么跟我说 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我爸跟我说他没钱 原来答应给你们吗 原来是答应 答应给你多少钱 他说 那个 因为我们俩婚礼 没有特别大的办 就办了十来桌 饭钱一万多 婚礼 我自己找婚姻公司 是一万多 后来呢 她说 她这钱给不了 她一开始是答应给 但是她后来 她说 这钱给不了 那你说 我怎么办 我可能再逼她跟着要 后来她就把我姑 跟我大的那个分子钱 拿走 去结了饭钱 婚礼钱 是我自己掏了一万 我就瞒我媳妇 我说 我爸最近手手紧 给不了 她过点时间给 但一直都没给 我媳妇 因为这个事 我们俩就老吵 经婚第二天 学奶家 我俩还吵 所以吵得挺厉害的 关于这一万块钱的分子钱 我们在录制前期 采访了小张的妻子 关于事情的真相 妻子表明 这是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天 才知道的 这个事情 她知道中间 她爸跟她说了 她不跟我说 她瞒着我 那你老说 过两天 过两天的 那我当然 你过两天 我就要问一下 你这个事情 这件事 她一直都没说 我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 是她住院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 跟她爸 肯定在医院里 被孩子的事 见面了 后来问这事 但是她跟谁都没说 她跟我却说 却说的是 分子钱 我爸爸没给 那是她 应的她爸 她从分子里头 跟她爸没给 是两个概念 我说这 你把大家全割里头了 我说在小 在小葛面前 你爸不给你们钱 你爸把这个钱都收了 我说在你奶奶面前 我说小葛爱财 他要这钱 在我面前 你爸太不那什么了 你们丢这点分子钱 你爸还苛刻了 给你们交了饭钱了 我说你把大家全害了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你其实是弱势的 他是强势的 我觉得在我们家 我远远着弱势 我妈还跟我 跟我媳妇强 您这段情感中 您是弱者甩了强者 不是那么回事 可能是 你是太压抑了对吗 我觉得有时候下班 我不想回家 一回家就是 叨叨没完没了 那外面室友等着 你是不愿意回家 把我拴得太紧了 没有一点自由了 什么叫自由啊 我没让我 其实之前 我身边好多朋友 包括了发小什么的 我们经常有时候 可能会在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什么的 自从认识他之后 就基本上都断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已经一听到 主任我们在一起吃饭 那是我刚认识他不久 之后 我跟他说 我跟主任我们在一起吃饭 他让我赶紧回家 不行 后来他老打电话 老他老打电话 我就不接了 但是还打 还打我们主任 拿了我的电话 就说 不是 我是听主任 说你老公跟我在一块 那都不行 就是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的事 还是你已经出了一次事之后的事 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特别不放心你 对 再一个 再一个就是可能 我母亲给我媳妇的负面影响挺大的 因为我父母是离异的 我爸也是因为外面有人 跟我妈离个婚 所以说 所以你妈会不会经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倒没说上梁不正 我说你有地儿跟你爸一样 是 我妈跟我说 我身上的跟我爸是一样一样的 个人认为 就是说 我妈这种思想 带给了我媳妇 我媳妇她都会去怀疑我 不对 可以让她问问媳妇 我说什么了 那说明你妈曾经在婚姻中 受了伤害的人 对 你妈和你爸什么时候离婚的 2005年 哦 这么大年龄离婚啊 那那时候你已经成人了吧 成人了 我们家有点事 往前倒里倒20年前 20年前 对 没听明白 那女的是我们家一保姆 是从小看过了保姆 看你的保姆 对 那你应该很熟了 按关系来说 她是我妈这边的一个远房亲戚 就比较远 但是也沾亲 据小张讲 在自己刚刚出生后 为了照顾自己 母亲请来了她的一个远房亲戚 而这个女人比自己的父亲小九岁 渐渐的母亲发现这个远房亲戚和丈夫关系暧昧 最后不得不把这个保姆送走 她当时离开你们家的时候 是因为跟你爸爸有事了吗 对 因为我奶奶 包括我妈可能我姥姥都发觉了 就因为这些事是家里人跟我说的 就说然后赶紧给她介绍了一对象 然后嫁走了就 嫁人了 对 就嫁人了 哎呀 我现在就在想了 你妈妈跟你媳妇的命运好像啊 那你妈在那个时候就相当于忍了 从来没提过 这个事从2005年 他们离婚之前我才听说过 我从来 那我觉得你妈挺不容易的 这20年来她得受多大的委屈啊 来推 稍等一下啊 推一下话筒 大姐你好 您好 王三 哎呀 我觉得您这婚姻 我太失败了 您别说失败 我是觉得您太 让人痛心了 是 活得很累 好委屈吧 是 您那20多年从来没跟儿子说过 不想说 跟他后来事情过去了以后 跟他也不再提这个事 你跟你那个丈夫 对 现在是你的前夫了 对 那20多年你觉得你真的原谅他了吗 我孩子小就算原谅他了 什么以后就不会都不代提这件事的 后来你再见过这个人吗 见过 见的时候你你能面上过得去吗 嗨 怎么说呢 说不出来的感觉 嗯 这不就过去了吗 这2005年怎么又联系上了呀 2005年 我是后来听我们家人说 是因为你吗 对 对 我们家老 我妈都现在已经认为 我爸妈离婚是我挑的 是他给我拆的这个家 到现在我也这么认为 你觉得是吗 不可能 跟我说过 嗯 那当时是因为你 他们联系上的 对 后来我初中毕业 高中在北京上了半年之后 我妈通过关系把我那妈内蒙上学 然后在内蒙上学之后 就听说有一年 有一次那女的带着她父亲吧 说来北京看病 就来就说来我们家看看我 也就说这些年了才跟你爸爸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了解到 可能他们可能就没断联系 他们的联系我都不知道 到后来才知道 他跟你爸一直在联系啊 我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不是又结婚了吗 他都接过两次和我 找我爸的第三次 那证明你就跟你爸一样 然后你就给联系上了 然后他找我 说我在内蒙啊 可能我也不知道他跟谁要的 我宿舍电话 还给你宿舍电话 我不是我给的 我觉得要是现在就是他爸 他爸肯定他们俩先商量好了 先从儿子这下手 给他钱给他买手机 之后就联系上我了 联系上我 从小到大说句实话 就是花钱花贯了 真是在内蒙的时候 前半个月过的是皇上的生活 到后面过真是奴隶的生活 没钱 没钱 他给你钱 对 他给我钱 后来给我买了一手机 我当初我就觉得真是的 就是这个孩子拆了我的家 你就被人给贿赂了 等我闭了业之后 在廊房实习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件事 有一次晚上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你妈打我 然后之后我第二天我就回去了 你当时特生气吧 对 我当时挺生气 第二天我就回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妈才跟我说的 你爸还给我留 我当时一天 我也傻了 我这种事情不可能 就我的家庭里吧 大家后来这事闹得挺厉害的 妈就厉害了05年的时候 他们就协议离婚了 离婚 我妈就病了 我妈就 医療症吧 也是 然后就这么一天 你心疼你妈吗 你告诉我实话 我爸妈离婚之前 就为他们离婚的时候 我还跟我爸打过架 打得挺厉害的 都动一手来了 爸爸摁着沙发着 然后走 但是也没下这手 你恨那个女人吗 恨 现在没脚 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经历 我也不会那么痛苦 你跟你爸现在关系好吗 一般 恨我爸 我也心里 我也恨我爸 你觉得三十年后 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假如坐对面的是你的儿子 他会这样说话吗 可能会吧 在采访中 小张也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非常的不负责任 那么他为什么依然义无反顾的 选择一条重判亲离的道路呢 在他不负责任的背后 又有哪些隐情呢 第一个女孩 你当时是不是就是找刺激啊 你想想啊 一个男人 把一个陌生女孩带回自己的家 还得赶紧把那个照片什么的全给藏起来 那女孩是因为金婚的时候吵架 吵醒厉害的时候 然后之后 晚上睡觉 我喜欢下班 可能回家吃完饭 睡觉睡得比较早 躺着上我也睡不着嘛 我就没事跟着搜 搜了一个一百米以内的 就家人了 他就住我们家对面那楼上 他不知道你有家吗 他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抛开内心的去讲啊 这种时候你应该挺心惊胆战的吧 你看看他坦坦的 对 后来那女孩找我 跟我要钱 我说不可能 你从我这拿走一分钱 后来他来找我 碰到你媳妇了 碰到我媳妇了 他跟我让让 我让他走 他不走 我说你不走 我告诉你 我打电话报警 后来那个 他也看我报警了 他走了 警察来了 拿来了 他就不见了嘛 他都不见了 后来警察跟我聊两句 后来 就再也没有过联系了 就算 其实你也对不起人家 说实话 对 我承认我对不起人家 你说 你说你这欠了多少良心债啊 小伙子 谁都对不起 说句真的 交友婚没几天 感觉想呀 自己都结婚了 不敢想象 你结婚没做好准备 现在要孩子又没做好准备吧 我接婚 我接婚我就没打算要孩子 我媳妇就为了说 要孩子能把我拴住 她跟我说 为了这样用孩子把我拴住 我说你根本不可能拴住 你就说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对 小伙子 我真的觉得 你想不想要现在都有了 对吧 有了之后 说实话 一开始觉得 还行 真的挺挺那什么的 觉得要当爸爸了 也就是那什么呗 但后来 又过越烦又过越烦 所以我觉得 你早知道 你就不该结婚 现在这个女孩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要是 你怀着孕 你媳妇 连着两次 理由就是说 我不自由 不给我空间 你觉得你能容忍 这样一个女人 这样想吗 如果你能给她 这样的空间 你能容忍她 可以把别人叫到家里 你也能容忍她 再一次的出问题 那我觉得 你就有资格要这个自由 我拿手机的时候 她就非得跟着蹭过来 后来跟着看 如果说她有没有事 手机肯定搁在桌上 谁爱看谁看 她打电话 现在上外面打去 一打打半个小时 打二十分钟 你有什么可以瞒的 你有什么 有什么背着媳妇 背着自己 自己妈妈的地儿 你上外面打去 可是她拿手机的时候 我就从来不看 因为你不够爱她 我就没有这个习惯 你要很爱她 你就一定想看 你要爱她 你就一定想知道 她是不是手机里头 唯一的一个爱的人 就是我 因为我也知道 她不是说那种 说爱聊天 说那种阿华手机 但是说她 她手机我从来不动 她的包我也从来不动 我们录节目也好 平时到我那来咨询的 女孩子们也好 在这个年龄段的 在这么一种生活状态的女孩子 往往是比较关心 她的丈夫 她的男朋友 手机里边信息的 那么这种关心 或许并不十分妥当 但她表现出来的 就像王导刚才说的 人家其实很在意你 很爱你 对吧 这是一种可能性 而且我相信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 两个人的手机 都是串击串的 我这有什么短信 他哪能看得到 他有什么短信 我这也能看得到 同步的 同步的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两人有感情 而且王导说的 有什么不能让对方看呢 人家都同步 一起在用手机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刚才说了 很多女孩子这样做 妥当于否 我们另当别论 你刚才说 要给你点空间 但她出发点是什么 这个你要去考虑 就是你估计 你现在相处的 这个女性 如果她知道 你的孩子 即将要出生 你是有太太的 你觉得她还会选择 跟你走在一起 肯定不会 是绝对不会 是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不跟人家聊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自然人家会跟你聊 这个节目 这个 她的这种影响力 就是大家 就她看不着 也会有人告她 上回你像那 那胖男孩 那好像 就长得特像你 那 就怎么回事 网上刷一搜 当天就知道 所有的内容 知道以后 她会认为你是个骗子吗 还是她会认为 你是一个 有苦难言 还是认为 你是一个厚道男人 只是不敢告诉她实情 你想一想 你往进 进陷的同时 她也在往里边陷 陷到一定的时候 如果说 真是这个事给陷了 她会非常非常 愤怒的来找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实际上 你现在在玩火 先生刚才我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个王导打断了 我再问你一下 现在这个女孩 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这个 在某商场上班的 这个某店的店长 你打算怎么办 问你一下 现在这个女孩 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这个 在某商场上班的 这个某店的店长 你打算怎么办 就你给一个方案 我想给我时间 让我自己去解决 这句话她老说 她就嘴上说去解决 实际上她还跟她联系 也就是说你没打算 跟她怎么样 是吧 也就是说你现在想清楚了 你要多长时间 两个月或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 不行太长了 你为什么还要两三个月 第一我觉得 跟那边两三个月 会有一个合理的去解释 在一个两到三个月之间 你有什么合理解释 你就跟她说 我有家 我老婆要生孩子 她不是 她也不知道你结婚了吗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认识不到一个月 我也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你要处理的这个 问题当中的另一个人 他有没有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去死 有这样的内容没有 回答没有 如果你要敢背叛我 我就找一拨人 把你怎么着 有这事没有 没有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的话 我就想告诉你 你要选择用几个月 来处理这种事情 越处理越处理 那就说明你根本就不想跟她断 或者说 你到现在为止 你可能更多的时候倾向 这个人也许是我将来的选择 就这么简单 明摆着的老婆要生孩子了 那有三个月的一个事情 要等着你去处理 你觉得 你老婆生完这孩子的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为这三个月 他是不是得付出所有的代价 如果你真觉得你孩子的妈 应该是个健康的人 没有受到你这样的重摧残 你就一个办法 就打劲起 一个电话 从此我们不再联系了 我是有家的人 我醒过闷来了 明天起 把所有的 这个电话 拉黑 消掉 这是态度 如果说我拿三个月的时间 去处理 这三个月处理完的时候呢 你处理成啥样 我不管 关键是你的那个孩子 他娘 就基本上被你处理了 就这么简单 我跟王老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你估计 你现在相处的这个女性 如果他知道你的孩子 即将要出生 你是有太太的 你觉得他还会选择 跟你走在一起吗 肯定不会 是绝对不会 是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不跟人家聊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自然人家会跟你聊 这个节目 这个他的这种影响力啊 就是大家 就他看不着 也会有人告他 上回你像跟那胖男孩 那好像 就长得特像你 这怎么回事 网上刷一搜 当天就知道 所有的内容 知道以后 他会认为你是个骗子呢 还是他会认为 你是一个 有苦难言 还是认为 你是一个厚道男人 只是不敢告诉他实情 你想一想 你往进 进线的同时 他也在往里边线 线到一定的时候 如果说真是这个事给陷了 他会非常非常愤怒的来找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实际上 你现在在玩火 你要是说 用三天时间处理 这是态度 我就怕你想处理 人家都不跟你处理 人家一听是怎么回事 人家咔一关机 再也不会搭理你了 对不对 因为你确确实实 是隐瞒了实情 你这叫玩弄女性啊 对他来讲 你就玩弄我了 你有家有孩子 马上要出生了 而且他还要背负一个罪名 就是我破坏了人家的家庭 很多女人是拒绝这种疼苦的 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掌声有请 这位大姐 我想你 这么站在你儿媳妇的这一遍说话 可能也跟您的经历有关 对吗 是 你会不会在想 如果你不急力去挽救这段婚姻 家又没了 你丈夫当年提出来跟你离婚 你好失望和伤心吧 是 我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 请的是保姆 因为这件事 当时你就知道吗 当时是我的同事看见了 已经告诉我了 他不承认 我就原谅他了 从此以后20年都没提这件事 直到04年 那边就是那个女孩子 她的闺女上这来夏令营 我还带她出去去玩什么的 完了以后 她走的时候呢 我洗东西 我说你看 我说真是麻烦 走了我还得把这些东西都洗了 她爸爸说 说不用洗 到时候我睡 我心就刚当一下 我想可能 这次又坏事了 等她走了以后 也就是说她带着女儿 夏令营还住着你们家呀 她夏令营那个女的没来 是那个她的女儿来了 什么时候你发现 你的前夫出了这个问题的 2004年她自己亲口跟我说的 就直接提离婚了 9月30号 我从外从外头回来 后来她就直接就跟我说了 说这个人你很了解 你很熟悉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娶她 我要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2004年9月30日 江女士的丈夫终于和她谈派 要求马上离婚 突如其来的婚变 让江女士措手不及 一方面她痛恨丈夫 竟然如此无情无义 另一方面 悔恨自己 没有及时发现 他们之间的关系 随后 江女士的儿子小张 把父亲和保姆之间的短信 拿给了母亲 看到短信后 江女士彻底的崩溃了 因为短信中 保姆多次声称 自己的女儿 是和江女士的爱人所生 他们俩之间发了好多好多短信 那个女人 非得说这个女孩是她爸爸 短信好长 那会儿 你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他给你看到 不是 是儿子给我看 不是她爸爸 我见过她的前夫 她的前夫跟那个女孩 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特别特别像 一点地儿都不像她爸爸 那也就是说 如果她说这个女孩 是你前夫的 说明他们这些年 一直在偷偷在约会啊 好像没有 从再联系 就是她在外面 在内蒙上学的时候 她没有联系上了 你看 她是先从儿子这儿下的手 但是儿子刚才在厂上 说了一句话 儿子认为 他们这些年 一直都在联系的 我觉得没有机会 你可以这样想 自我安慰吧 儿子什么情况下 给你看的这些短信 因为儿子说 你认为是他 帮着爸爸 把这个家给拆了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是 那会儿他们俩是一头的 你那会儿跟你爸一头的吗 他老是这么认为 那我跟我爸一头 我还是跟他打的 你们俩出去 什么事都不跟我说 俩人就出去了 出去 买这买那 给你买手机 就是为了 怕你把他的短信给我 答应给你 买一个好几千块钱的手机 你怎么看到那些短信的 我爸喝酒 躺沙发睡觉 那时候他们 我他们俩不就闹离婚吗 我就 把那手机来着 然后把每条信息 截图了 都给转发出 嗯 都给转发出来 嗯 炒过来 信息息 你爸爸知道 你看过了吗 知道 所以他贿赂你 他也不如贿赂 那那边 我也是让他 给我买手机吗 刚毕业的时候 不是 自从他知道 在他手里以后 他爸爸就带他出去 买了一个 特别好的手机 那天是我在家 我就看他们俩 在屋里小声地说话 我也听不见说什么 后来俩人一块 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 就给他买一个 那会儿可能 五千 零四年 五千多块钱的手机 给他买了一个 后来你的前夫和这个 你的远忙亲戚结婚了 结了 现在他妈 生了一个女孩 女孩刚刚两岁 你前夫跟你现在 有联系吗 没有 儿子结婚的时候 有过联系 没有事的时候 不联系 这次这些日子 儿子这样的时候 我实在是管不了了 说也说不动了 玩笑 特别捂不住的情况 给他爸打电话 说这些事来着 他爸怎么说 不让我再管了 说我肯定也管不了 他现在已经鬼迷心窍了 说已经疯了 没有理智了 我就老跟你说什么事 你不要老给他打电话 和那天你还给我姐打电话 我是为什么呀 说你你是不听 我为什么给他打电话 我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不能联系 你觉得你这些事 我要是说你你要听了 我现在不会 你是等着 逮着电话就打 逮着电话就打 是吗 是吗 那你跟我姐说是吗 你走了一宿 我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我给你奶奶打电话了吗 你骗我 你怎么骗的我呀 电话里你说 你是怎么骗的我 第一次是不是出去唱歌去 是第一回是出去唱歌去了 客户请了 吃饭吃饭 唱歌唱了两点多 我喝完酒了 当天车还现行 我喝完酒 开着车开着码垫的 我在码垫 我在单位 后面停了一宿 我在车里待了一宿 你现在不是才跟我这么说的吗 你当初是跟我怎么说的 我离我奶奶家进 我上我奶奶家住了去 我跟我奶奶说好了 我一会就到奶奶家 到奶家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就等 等到夜里三点了 我电话他都不来 其中我就开始 给他打电话 刚一开始通了不接 到最后 到最后就是关机 等到早上起来 六点多的时候 我说的 那怎么办呀 给他爸爸打个电话吧 问问 让他爸爸问问 他到底去没去奶奶家 完了以后 他才给他爸打的电话 他奶奶等了一宿 他根本他就没回去 他在那说的时候 还告诉我 妈你等会 等我到奶奶家 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就特别特别傻 我就在家等着 一个人等着 看看表 十一点 看看表 十二点 你正等到三点 都不过大 这个女士 就是你知不知道 一个人 当他疯狂的 开始一段爱情的时候 他会是什么状态 他是不顾一切的 嗯 现在儿子就是已经不顾一切了 把什么媳妇 谁爱谁谁 他现在眼里只有他自己 只有那个女孩 他 我跟你说我 我说你不要去找 你干妈还去找 你不希望妈妈去找 那个女孩子 对 你会 你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 你自己没有生活 你没有媳妇 这是我跟他 这是我们的事 我去了 我说什么了 那你那你不说 你妈要找 那我肯定是要找 我现在我是给你留着面子 我就觉得那女孩也是受害着 否则我早去了 你知道我们离得很近 你老说 是我 在你的感情介入太多了 你就是管的太多了 不要不管你 你还不得拿你媳妇当片汤 怎么撑怎么是 啊 咱就说别的 从我们住过去 你说 就你哪天不叨了 你跟我爸那点事 我没有 我没有 好多信息是你传递给我的 我传递你 是你问我的 好吧 咱你可以 你可以问问他 问说 可以 你你哪天不叨叨 你哪天不说 你当 你是你是当 他们还跟这叨叨 叨完叨去 他能没有负面影响吗 是 是你爸离婚 对你产生的负面影响 你拿你爸 哎 当影 我跟你说过这话没有 我说 妈你离婚你就别老念的这些事了 我忘不掉 你忘不掉 那你干嘛忘不掉 是 我忘不掉 我跟你说过了 我说 我说你尽量想俩别的事 你是我的儿子 你天天在我家里晃悠 你的印尼语都很像他 知道吗 你说话但是很像他 三句话不离他 你怎么 你真是特没那什么 所以我突然 我希望你是学他的好 他美好 他有什么好 我突然发现啊 其实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这小伙子 怎么去面对这个即将生产的 妻子 第二件事 菅英老师您任重而道远 你要告诉这个女人 妈妈的心结的问题 对 别着急啊 这样 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可以吗 你不用皱眉头 已经无所谓了 真的无所谓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他从来没有拿我当他的妈 我只是他的妈 还不如妈 你老是这么想 妈妈这个话恐怕也不能这么讲啊 这么讲呢 真的也没有什么好的作用 是吧 你自己在伤心的同时 是不是也在伤害儿子的感情 这个我突然发现 妈妈和这个儿媳 特别的像 就是包括你们的个性上 包括对待婚姻的这种态度上 其实真的很像是一对母女 亲生的母女 其实你们婆媳之间 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强力的 这种情感的纽带 也就是说 总是把自己处在一个女性的 这种弱势的角度上 然后觉得说我们是受伤害的 然后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隐忍了很多不该隐忍的东西 但是你们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纽结 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同情 我倒觉得会一步一步 让这个儿子离你们越来越远 其实这个儿子一方面 她在这个家里是处在一种 这种比较逆反的这种心态 另一方面我倒觉得 她在这个家里感觉到 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 她只要是比较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是在表达自己的 很多的想法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没有人理解她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来这儿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 先帮您走出来 您走出来之后 您的这个状态变得相对来说 比较积极比较阳光了 然后再去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 起码你们家庭当中 能够走出来一个就算一个 就至少目前这种状况 我觉得儿子直接影响我的情绪 假如他好了 我一点事都没有 那你反过来 你不觉得你在影响儿子的情绪吗 你看啊 刚才你儿子已经在这里说 你老跟他说一些 他不爱听的 让他心烦的 那样的一些话题 不然听我说啊 听我说啊 那么他怎么愿意跟你交流 而且这些话题是真的 他可能从心里都是非常抵触的话题 可是你呢 非常希望找一个人倾诉 那你们这样交往的方式 交流的方式 肯定是非常非常对立 像建一老师说的 肯定是很逆反 刚才他举了一个例子 恋爱时候 人家已经告诉他 跟谁在一起吃饭 在干嘛 电话一遍一遍打十几遍 包括他领导已经接完电话以后 还在打 那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年人方式 哪一个男人 哪一个男孩都能接受 所以我顺便要跟我们电视间的 女性小朋友们讲 爱一个男人不是这样爱的 要给人家空间 知道他在哪里了 知道他安全了 说实话就可以了 就到现在 真的你都没有说过我一个好 对啊 你好在哪了 咱就说咱在家里那点事 你说你就那这 就天天跟我这叨叨叨叨叨叨 叨了我爸那点事 你叨了我 我能不反吗 你老跟我说 你不要把责任都想要推出去 你老跟我说 我跟你脾气不好 你不要老把责任推出去 什么事情说的是 我叨了你爸的事 跟你在外面找两次女朋友 有什么关系 你不叨了我能反吗 我能 你反了你上面找女人家 我要不反我能跟他吵架吗 你跟着你跟着叨了 他他要听不见 他能跟我吵吗 是这么回事吗 这是一个圈 这是一个圈 你是在圈里闹吗 张静 你不还跑圈外去了吗 你们俩现在必须要解决 你们俩沟通的问题 你和你儿子要解决不了 沟通的问题 你们家的日子好不了 我首先说 当你儿子 别人说给他一个手机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从那个女人和他爸爸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关怀 他首先感觉到的是 别人对他的一种关怀和认可 于是他非常愉悦地 接受了这一切关怀 但是当他发现 这一切是个骗局的时候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 把他爸爸的信息发给了你 他是不是把他爸爸的消息 告诉了你 没有吗 刚才你儿子表达的 难道是瞎编的吗 确实是发给了我 那你为什么要摇头呢 你是不是对所有正确的东西 都是用摇头来表示的 好 那既然你儿子 把这个东西发给了你 并且还要跟他父亲 这个五刀弄枪的 要跟他说个长短 那在那一刻 他是不是替这个 含辛茹苦把自己带大的母亲 声张正义的状态 已经摆出一副架势 要置于他父亲 一个什么境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难道不知道 你儿子是多么像着你吗 你儿子是多么爱你吗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为什么他一个本来特别想在你这 完成一个替你声张正义的计划的儿子 最后却又站到了父亲一边来回倒腾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你从来不认可你儿子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你儿子爱你爱得非常深 然后没事吧 你找不着儿子了吧 你就拿着媳妇 共同连起手来 你似乎好像做出一副伟大母亲的样子 替我儿媳妇做主 可是你这个做主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增加儿媳妇暴怒的一个过程 儿媳妇回来是跟他心平气和的 检讨式的跟他交流呢 还是跟他不依不饶的要论个长短 这些过程都让你这个儿子 本来就有点化心 本来就有点不成熟 本来就有点现代病的男人 变成了一种逃避 躲避 躲一个女人还不行 躲俩女人 所以说后来他就干脆 跑到另外一个女人那去了 我们首先说他这样的行为 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清醒的认识一下自己的生活 实际上你们家在完成着一个 你们曾经生活感情出问题的一个情绪的宣泄 而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能解决问题的状态 所以你们家才乱成一锅粥 所以说不要现在再去埋怨对方了 现在停下来深刻的反省自己 给你儿子说一声 原来妈妈也有很多问题 你不愿意承认 你要不要把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要不要去核实一下呢 要不要让他出来做个证呢 能做出来什么样的证啊 能弄清楚什么样的内容 就把所有的当事人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全坐下来各说各的 你觉得谁能把理说清楚 但是我必须要跟这个儿子说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在玩火 甚至是玩命 你在干一个既伤害自己 又坑害他人的事 你又跟你爸打电话是为什么 这位妈妈还在问 你说我给你爸打电话是为什么 其实这位女士我不知道王导的话 您听懂了没有 不是我妈是问 那天我跟我爸打架是为什么 你们最近打架了吗 没有 就是他们刚离婚的 还没离婚的 那您在家里从来没问过他们 他们俩打架 我心里跟明镜 我不问 那你的没什么意思怎么打 是您俩有事说成 什么说成了 那我掐下来脖子给他恩杀疤 我还问他 我说你离吗 你离吗 你没听见啊 我有毛病跟他打 打完了我的腿还缝尸了你这 咋那么严重啊 划倒了死子 拿着了 这位妈妈 我现在真的觉得您得先调整您自己的情绪 我现在儿子一闹好像又回到了我当时 我觉得你这儿子他有千不对万不对 但他那句话说是对的 就您不断地在家里释放这个东西绝对是负能量 您不断地在家里说 你像你爸 人就是这样 坚一老是老说 你说你老说他什么 他就是什么 你每天说你就像你爸 他就越来越像 但同时我们要挖掘一下这个男孩子 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去寻找这样的刺激 我想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刚才坚一老师也分析了 他小的时候呢 他心里边就在你们这个家庭中 他没有找到自信 他没有找到他的位置 他现在出外面到别人那找自信 他为什么 可是小伙子我告诉你啊 你当那你现在挺自信的吧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觉着你看28岁 人家以为你未婚 北京人 哎 然后觉得你工作也不错 可是等到他有天知道 哦你原来背后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的时候 你还能自信的起来吗 对啊 所以当那时候你就重蹈覆辙 人生呢有的时候 重要的就是关键地方 寻找到正确的路子 我想知道 你现在希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说句实话 我跟我媳妇吧 没感情了 也不是没感情 难道没感情吧 我也不会惦记你 你惦记他什么了 我就是早上去上午来的时候 你惦记他你能把手机关进去 你让他说 上午来的时候 给编导打了一电话 我说 你给我媳妇打个电话 你问都怎么样 我也是 感情 后来 领导打了一电话 说你小姨在那儿 媳妇没什么事 我就没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吧 我现在就觉得他 挺可怜的 有时候脑子里想想我们俩 他得一幕一幕吧 觉得自己心里也挺内疚的 但是说我真的承认 这个心已经飞走一步了 这我真的承认 可能我们俩 这是这两年怎么吵 可能也是老吵架 因为一些鸡毛粉皮的事 也是吵 吵的确实挺厌烦的 现在真是挺厌烦的 你想怎么办 你直接告诉我 我想给我的时间 那么几天就行 这几天你想怎么过 肯定我该回家找我孩子 肯定你回家找我孩子 这几天别管你 我该回家肯定我会回家的 也就是你想清楚了 你会把外面的事处理好 然后回归家庭 是这样吗 我想 我做想把外面的事解决好 但是说我媳妇这话 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想 他如果说真接受不了 是这样啊先生 这个 做这么多节目 我觉得我比较有经验 当你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个女人能不能接受你 取决于你的态度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是真心真意的回去爱她了 爱家了 爱孩子了 她是能感受到的 那么她可能在第一个月 她可能会不断的抱怨 到第三个月到第五个月 这个事件件就过去了 这取决于你有没有决心 这个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想 做一天和尚状一天中 得过且过 这事解决不了 或者说 这幸福不了 赶紧出力了 跟我亲户说 我说咱俩 咱俩 一个月的时间 咱俩慢慢磨合 为了孩子咱俩再去磨合 磨合 我也说过这句话 磨合 等你先把外面断了 你断了之后 你才可能有心情回来 你打算要几天的时间 去解决这个问题 宇宙 太长了 妈妈 我觉得今天到这里 其实你要知道 儿子有今天这些情况 跟您真的有关系 所以我希望你先让他说 你让他成长为一个男子汉 让他自己知道 自己什么叫责任和义务 你先让他说 他说完 专家们会给意见的 一周 今天是29号 那么也就是这一周之后 正好是你儿子出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 三天之内把这事处理完 第四天去迎接儿子的出生呢 越久越麻烦 因为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只有痛痛快快的 赶快告诉人家真相 让人家臭骂你一顿 这就算是结束了 当然前提是 你没有做下什么 对不起人家的事 过两天 人家拿着一化验单来 找你来了 那你就 就吃不了自己兜着走 你皱了一下眉头 是不是你也拿不准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必有后患 他再加四个字 必有后患 那这个话 你可能平时聊天啊 男儿都经常看到这样的话 今天这八个字 用在你身上 最合适不过 如果说 你还是想回家过日子啊 你一定要知道 一个女人 在生孩子的时候 如果丈夫缺位 这将给一个女人 一生中 她的心理 造成多大的意义 这个可能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是想象不到的 但是如果说 回家过日子 我劝你 三天之内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然后 在妻子 最需要你的 每时每刻 你都要出现在身边 而且要表现非常好 这样才会对得起 你的妻子乃至于你的孩子 否则的话 你知道吗 到时候你是回来了 但是 你 他正需要你的时候 你在外边 搅的一锅周日的 在处理那些事情 然后也没有照顾他 然后他再 弄上什么产后抑郁啊 他现在已经 这种严重的 这个 坏情绪 已经体重下降了 对吧 但是前面电话连线 还听到了一句 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孩子还好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月子做不好 对一个女人 是多么大的影响 对你的孩子 又将是怎样的影响 所以说 既然说 你现在决定回家 我觉得那你就 第一 当机立断 第二 把我刚才说的那些事 一定要做到 尽善尽美 尽你最大的努力 和你妈妈 和你的家人一起 你说呢 我在他 在孩子出生之前 怕这些事 能够了断 4月2号 你这几天 还出去吗 你看啊 你晚上你不能 这个妈妈 你这样的这种 交流状态 我真的 希望给你一个词 叫宣押勒马 你千万不要 你还出去吗 你就对得起他吗 你 这不是你的事 我要是跟他在一块过 完了以后 我在家怎么都行 问题是我不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他有一半 他有一半往外走 就是躲您去了 不是躲妻子 我不跟他在一起过 你不跟他在一起 都给他惊成这样 你说是 他是在给找客观 找理由 什么都不对 都是别人的 都是别人给你造成的这样 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样 沟通的一个基础 刚才这个 简易老师说完的话 孩子也在点头 那我觉得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个空间 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孩子说了 你对这个孩子的优点 一点都看不到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带他们 我看到孩子的这个优点是 还是蛮实在的一个人 有很多 这个男孩子 外面做 耍归耍 做归做了 不敢担当 闪烁其词 人家一时一二十二 我也坚决相信 他不是因为为了 破罐破摔才这么说的 他的本性 应该是比较老实的 所以呢 这位妈妈这样 就刚才王老师说的 你以这种方式 跟他交流 这孩子能听吗 我相信我们几位 不管是 什么年龄的 什么阅历的 我们这种交流方式 我相信这个孩子 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 孩子你说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是成年人之间的 这种交流 但是妈妈刚才那几句话 我就感觉特别像 在管一个这个小学生 未成年的孩子 对 就说你还出去吗 然后你还出去 这个玩去吗 这完全是一个大人 跟一个小孩的一个对话 做一个心理游戏 希望您配合一下 您愿意吗 可以 这道线 对着这个看 看得到前面吗 看不到 是吧 好 那您往后退一米 您慢两大步 往后退 我扶着您 慢两大步 要有一米 这个时候您再往前看 您看到什么了 然后现在往前看 视线宽阔了 是不是 其实这一米 就如同什么 一米的阳光 其实人的心灵 有时候就差这一米 就本来就是 这么一块小牌子 就张住了您的双眼 您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您往后退了一米以后 突然觉得 您刚才说的词是什么 开阔了 对吧 那您想想看 您原来 就您丈夫 给您留的心灵阴影 就如同这一块小牌子 张住了您的双眼 对吗 让您觉得 堵在那里 说是不是很黑暗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对吧 那么现在 退了仅仅一米 然后您就觉得 非常开阔 那为什么我们的人生 不往后退一米呢 为什么非要堵在那里 然后现在 跟儿子交接 您觉得呢 就您思考一下 好吗 好 您回去吧 谢谢您 谢谢妈妈 刚才建议老师 给您做的那个 非常好 我希望再看您 我希望您到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对儿子好 对媳妇好 您要给他这个能力 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些事 您不要再管了 那么我也觉着 小伙子 今天其实是个好事啊 就是说 相当于 我们这个节目 把你逼到了这个悬崖上 你只能选择一条路 要么出去往下跳 要么回头是岸 对不对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载体的话 你可能这事 你将来一定会感谢我们 为什么呢 要不然你这事 估计三个月半年 你自己都解决不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你起立 电视机那边 是你的太太 你愿意跟她说几句吗 我知道最近发生这些事情 不管从她的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 真的都伤害了她 把一个女人的心伤得很深吻 我挺对不起她 我还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重新建立起来 咱们把这家里面 咱们把这家真的安排好 咱们过好 很好 我觉得很好啊 如果能加一句很对不起你 我希望将来我们共同好好带好孩子 我觉得你如果加这两句的话 可能会更好 我先帮你跟你的太太通个话 你先听一下 然后一会儿我会给你个机会跟她说 你想好了 你好 姑娘你好 我是王芳啊 王爹你好 现在情绪好点了吗 好了 好多了是吧 刚才我说了 咱是妈妈了 咱得坚强勇敢 对不对 对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场发生的情况 你要认真听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把你婆婆和你丈夫 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分析了一下 其实在这些问题中 你觉得是不是你也自己有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我也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的问题呢 真的都是她一手给我逼成这样的 嗯 好 那我告诉你 今天 比如说今天啊 因为我想告诉你今天的结果 结果呢 我先告诉你结果 然后 我再跟你说过程 好不好 好的 嗯 我特别希望你珍惜我们今天场上各位专家努力的成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说现在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我们说谁对谁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这个孩子幸福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你的丈夫呢 其实他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呢 他呢 也一会儿想跟你呢 说几句话 那么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 就是 现在呀 需要两个人共同来建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我明白 我希望你呢 等有了孩子 孩子出生之后呢 更多的能够信任他 因为你只有信任他 他才能做得更好 你越不信任他 包括你的婆婆 越不信任他 他就会做得越不好 你明白吗 我说实话 我开始都特别的信任他 就是他 他这些事情做的 真的让我都没有办法相信他了 就因为你们可能在线卡也说了 就信任卡拓之的这个事情 嗯 我说我再苦再难的日子 没有钱的日子 我都能跟你过 我说我就不能过你欺骗我的日子 明白 你听我说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现在呢 我希望你认真地去思考一下 我知道你有一百个委屈 尤其是你现在这个状态 嗯 你稍等一下啊 我让王老师跟你说几句啊 去发现室所 为了缓和妻子激动的情绪 我们请王维念老师到观察室 跟妻子进行沟通 他老师说 都是我把他一手造成的 我特接受不了这个 嗯 我想他还没有明白 他不知道我们现场 因为他肯定认为 你是要跟他分手了 所以他肯定要说 那既然要分手了 我肯定要把我的话说出来 那么我们既然要往好了过 我想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方法 包括妈妈 你看妈妈这半天 我觉得表现不错 基本上不说话了 也没有那么质问你了 所以人都在变化 你要明白 自己做错事就要负责任 就要买单 就要有代价 那么既然已经做错了 我就勇敢地接受 那么现在在这一块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回去跟你爱人 好好地坦诚地交流一次 就是说 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您现在出的问题是什么 从他的情绪当中 我能看到他有很多烦躁的东西 加上可能 对于女人嘛 就为了维系自己的那种感情 有的时候急于着急地弄清楚 他是不是出问题 加上他的母亲 由于他爸爸曾经的这个问题呢 所以说比较敏感 他坚定不移站在你这边的这种状态呢 实际上也等于给你丈夫 造成了心理上的一种压力 如果法律规定 比如说他要想离婚的话 不如期那是离不了的吧 不可以 男方不可以起诉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 不如期比如说是一年 我们先试着把这一年好好过一过 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了 待会我们再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你得先 就你得先有个态度 你不能说 他稍微一说 哎呀 那个他其实有挺多问题 你就立刻说 你看他又这样了吧 那不行 做错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态度 对于一个浑身是刺的女人 你要做的事情 是把她温柔的抱在怀里 给她一点点 把这刺给她顺下去 只有这一种办法 他说是其实跟你之间 并不是说一点感情没有 他告诉我 其实跟你之间还是有 有很多感情的 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处在一个昏头昏脑的状态 加上他的母亲 那种咄咄逼人的状态 他实际上我刚才说 他在夺两个女人 而不是一个女人 其实刚才那个心理游戏 也适用于你 知道吗 你既不要让外边的那个女人 障住你的生活的双眼 同时你也不要因为说 自己的妻子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那样的你不太如意的问题 障住了你的双眼 妻子嘛 我相信王导在后面也会劝他 然后多少的案例也支撑了 就很多女人假如抓住了丈夫 出轨 这样的一个事实不放 然后呢 不断的唠叨 或不断的在丈夫面前 扮演一个怨妇 扮演一个受害者的样子 然后日子不得安宁 实际上丈夫迟早有一天 还会出现新的情况 乃至于或者是 和曾经的婚外的什么人 走到了一起 其实你妈妈就是一个案例 我觉得你应该咬住牙 做坚强的女人 要放下一点这个痛苦的这种记忆 要放下一点这个对他 做事的那种仇恨的 为这个孩子考虑一下 就是说先让他去感受一下 孩子出生后的这样一种 做父亲过后的这种喜悦 有的时候 男人会因为一个孩子的将领 突然长大 这种奇迹也是有的 我其实特别想提醒这个小伙子 一定得体谅你妻子 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阶段 那我们都知道 女人在怀孕的阶段 他是在经受着精神上 包括这个身体上的双重的折磨 之前有一个这个实验 就说让一个男人肚子上 绑一个二十斤的沙袋 然后这男人就很快 他就承受不了了 说何况说这个二十斤的沙袋 要绑好几个月 你想想这个女人 在怀胎十月过程当中 她得经受多么大的 一个沉重的压力 我的话到此为止 你的行为就是从此以后 不再有任何埋怨 不再有任何 这个反抗的那种 那种不依不饶的状态 就看他这是不是 真心诚意的想回头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好不好 经过王伟念老师的耐心圈套 妻子也终于认识到自己 在以往日子中出现的问题 并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 和丈夫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么这对年轻的夫妻 最终能否愿意放下 以往的成见真心相待呢 说出来你真是生在福中 不知福呀 我跟你媳妇聊了一会儿 我才发现 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女人 多么宽容 多么厚道 多么豁达 对于一个女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我这才走了几分钟 思想工作做的就通通了 真是不容易 说句男性话 总有一天你记住我的话 你应该对这个女人赎罪 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提醒 就是一个男人 能有一个女人这么爱自己 是男人的福分 不管你们将来怎么样 我希望你暂时 把所有的那些无聊的事情放下 珍惜这份情感 走过这里来 我没有放他的电话 告诉他 你做错了什么 你打算跟他 怎么来面对这条生命之出声 老邦 我希望 咱俩好好的不吵了 不闹了 我知道好多事情 我做的有点过了 你再给我个机会行吗 咱们为了孩子 我希望你真的 咱俩的孩子在好害过 我知道你说的话 在现场说的话 真的能把嘴对上心意过 好吗 行 姑娘 心情 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 对牛心 心思多了 嗯 嗯 我特别希望 能相信我们栏目一次 也能相信这个小伙子一次 让他把事求理好 然后咱们幸幸福福的 迎接孩子的出生 好不好 好的 嗯 回去 你还要答应我一点 为了让他这个事情 过得更快一点 尽量不提这些事 好不好 好的 因为提了 就全是无尽的悲伤 然后呢 孩子满月之后 你还得帮我一忙 行吗 带着你婆婆 来参加我们的选择节目 给你婆婆好好找一个 你说呢 好的 我婆婆真是特别好的女人 谢谢 嗯 你看这事行吗 没问题 你能来当亲友团吗 没问题 你来吗 来 你妈这事我帮着办行吗 行 没问题 你觉得你婆婆喜欢大眼睛的还是小眼睛的 她喜欢大眼睛的 你是说 说我这一款的你婆婆喜欢吗 她喜欢 她天天都说王导跟着 什么逃逃了 我这一会儿功夫把我自己搭进去了 每天都看您的节目 包括谁在说跟选择 每天都在看 谢谢 我想问你一句啊 姑娘 你告诉我 这个男人你还爱吗 抛去这些杂店吧 我还是爱她的 你告诉她好吗 老公 我还是爱你的 为这个家咱们好好过吧 好吗 你先 我闹了 我也不折腾 真的 告诉她你爱她和孩子 我原谅你 我爱爱你的孩子 嗯 好的姑娘 到时候抱着孩子来啊 好的我一定会去的 嗯 你自己多保重 祝孩子健康啊 哎 谢谢谢谢 嗯 再见 再见 这位妈妈 我不知道刚才您听了这一段之后 您什么感觉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 鼓励一下这儿子 让他赶紧走出泥潭 不要再抱怨了 你要记住 你每抱怨一句 都是这个动作 你明白吗 在推他 你鼓励他一下 你是在拉他 你明白了吗 儿子 以前妈妈也有过错 既然说了妈妈以后 我一定敢 我就真心希望 你能对媳妇好 对你的孩子好 真的 你们俩把日子过好了 妈最高兴 以前 两天八糟的 我不会再说了 行吗 爱了一下妈妈 妈妈多不容易啊 妈真的 你以后 把这阴影走出来 我也希望 看着你每天高兴 就想别那么臭 小伙子 你要知道 你的爸爸已经那么不负责任了 这个家 现在全指着你了 你是让我责任的有义务 你知道刚才那个女孩子 半天没说话 哇的一声哭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挺踏实的 我觉得这 他是把那种委屈全哭出来 这对你的孩子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我希望你践行你的承诺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我们这么多观众 在看着你 践行你的承诺 你如果能一天解决完 最好能不见面解决最好 我希望你好好回去过日子 真的别再折腾了 好不好 能做好吗 而且要每天的告诉他 你爱他和孩子 一定要这样说 他会好起来的 好吗 好 那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好生活 谢谢 节目录制后的第二天 张先生妻子成功诞下一个女婴 母子平安 我不在乎你倒下过 重要的是你会重新站立 我会重新站立